迎接新生命到來是許多夫妻的期待 但就怕從產檢到生產 由不同醫生照顧 對孕婦狀況不了解有風險 衛福部嚴厲推行開訪醫院 由診所醫生幫孕婦產檢 在跨院利用醫院設備接生 爸爸媽媽們聽到都覺得很不錯 原本的醫生可能比較了解你的狀況 不會說這是服務啊 還是說什麼狀況會有中斷 斷層 整體來講的話也不要造成大醫院的負擔 開放醫院政策中 診所醫生每包辦一位孕婦的產檢 接生就能獲得一萬元補助 婦產科醫生覺得 還是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醫生可能不一定馬上可以熟悉 這個我譬如說像我們的醫院 病例的書寫 電腦的運作 所以可能還會有一些適應期 透過新政策 希望提高夫妻生小孩醫院 衛福部預計在今年推行 但現在生育走向高齡化又不易生 英國華為大學研究發現 晚睡也是原因之一 同樣接受人工受孕 晚睡晚起成功率只有33% 早睡早起的女性 成功率則高達73% 看來想要提高生育率 睡眠品質也很重要 而且做法也很會有 再次看一看 見ando 消防疫情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